花莲路跑界的年度体育盛事 2021花莲太平洋纵谷马拉松赛 在29号下午3点受礼报名 今年除了维持总奖金高达21万元外 多家的旅宿与民产业者也纷纷祭出好康优惠 只要常在前3000位报名并找费完成的跑者 就会赠送一个好看又实用的运动健身包 期盼能在疫情之后迎来一波消费热潮 行销花莲之美 小心喔 好参加的是勇士 完赛的是英雄 迈入第七届的2021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在29号下午正式启动 今年除了维持高达21万元的总奖金 多家旅社与民产业者也纷纷祭出好康优惠 只要抢在前3000位报名并完成缴费的跑者 就会赠送一个好看又实用的运动健身包 这个背包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叫多功能的背包 它可以放你的鞋子专属的一个区域可以放鞋子 秀吉姐帮我打开一下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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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专门放鞋子的 里面是不是放卫生纸 有也是全新的鞋子在里头 参与的民众啦 那我们会发一个那个QR扣嘛 那基本上我们的新品都可以打到六折 六折的折扣 对那在我们过季商品的话 可能还会有更优惠的一些活动 今年马拉松活动特别邀请到在里青年樊佑佑来做代言 热爱慢跑的她在过去挑战过许多国际赛事 但她却强调太平洋重谷马拉松一点也不输给夏威夷 那因为2019年我有参加过花莲重谷马拉松 然后跟之前以往我参加过的比赛啊 我觉得花莲事工所做的非常非常的好 除了是地理环境风景优美之外 我觉得赛道的安排 然后还有流程 还有整个活动的氛围营造的非常的完美 我觉得跟我之前去参加 不管是台北或者是在国外去夏威夷跑步的感受 我觉得花莲绝对可以就是做的更好 甚至可以成为台湾最有名的马拉松活动 市长薇佳贤也欢迎来自各地的好手 一起来参与这场盛事 期盼以花莲的山水美景 将马拉松的层次往上提升 希望我们所有的跑者来到花莲以后 能够来跑花莲太平洋重谷马拉松 享受山海之美 那我要再次要谢谢我们花莲市体育会 出一者理事长 那我们欢迎所有跑者来到花莲以后 一定要享受这些免费优惠 不只是去各大景区去游玩之外 也要到各大民产去好好消费一下 因为都会有折扣 不论是饭店业者或是民宿业者 都有一定价钱的一个优惠 那我们希望它能够打造成 花莲最棒的一个旅游赛事 那也欢迎不只是国内的朋友 未来也希望疫情解封之后 国外的朋友一起来到花莲跑步 这场赛事从即日起一直到11月18号 晚上12点至开放网路报名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在额满之前尽早上网完成报名缴费 记者徐立芹花莲市报导